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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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土耳其南部的卡小镇 一向都是土耳其人的度假升替和潜水天堂 经常听人说,土耳其是顺风车天堂 今次我就挑战一下 由小镇折顺风车去到原来沙滩的绝境 同时也买了一些当地的手信 希望各位读者可以感受到和我一起去旅行 希望折到车 我都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停给我们 是没有人停的 没有人停的 今天是9月22日 即是香港中秋节假期的日子 不知道这段影片何时播出 所以李宗盛 我拍摄日期给大家看一下 我有个同行的朋友 就是之前上船式的 他是一个做Para Guiding生意的渡游 所以我之后回到Fatier 是会上去玩Para Guiding 这段影片本身又不打算拍摄 想在这个城市休息一下 做一下休息一下 但结果又觉得很美 所以又想分享给大家看一下 我在这里做了些什么 以及这个城市有什么做 这个地方很小 不准搞定 不准搞定 那些人经常说去旅行 要做很多大胆的尝试 现在我在Cars小镇 我即将会做人生第一次 折顺风车 这是短途 因为距离Cars有一个沙滩 大概20分钟车程 但要20公里 你走又不是 坐车又不是 最好是折顺风车 没人会骂你 Capu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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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为多少次是折顺风车 去哪里? Caputas 我认为是折顺风车 至少半个小时 我认为我们在这里 看起来 看起来 这个位置是否不好呢 哇 肯停车 Taxi Taxi Caput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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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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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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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了40分钟 终于成功 折顾较车 他们在去Cunnic Cunnic 所以同样 是在另一个地方 如果这个沙滩有香港人来过 我真的觉得不得了 因为真的生卡到一个地方 而是土耳其人的隐世沙滩 你看周围都拍满车 大浪的 大浪的 但是真的水清沙有 我上网看 这些座椅就要付钱 买的 好像三十元利拉到五十元利拉不顿 但是 我觉得自己也不太需要坐在椅子上 所以我们就找个位置 放下所有东西 坐下 然后就冲到水 感受一下 沙滩有齐冲身 换衣服 厕所等等的设施 亦都有餐厅和救生员 射足半天 绝对是没问题的 哇 好大浪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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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大浪啊 我放弃了 我差不多了 我要重新一次 在土耳其文革来说 很多餐厅 你真的想吃好些 都真的不便宜 所以我看到这里买一个鲤鲤 鲤鲤 看看 这里买一个鲤鲤 其实就是二十元港元 是的 很合理 那吃一条雪鲤 就 你当八、九、十元港元 好了 这个鲤鲤的确实是一个外相貌表 都很普通的鲤鲤鲤 但是好一餐 不好的一餐 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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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程的时候 因为放航拍 就认识了一个土耳其军人 反方向都要车我回去 你为什么选择我 你是英俊 哦 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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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跟他们在鲤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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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跟大家說這條應該是全土耳其最美的沿海公路之一 See you! Bye by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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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ank you! Cash曾經是希臘人定居的地方 之後更加有不少土耳其的政治犯被流放在這裏 市中心的面積不大 大家小看都看到不同希臘風格的白色小屋 亦有不同的特色手信 我第一次來到小鎮 是因為船宿經過這裏 停留了兩個小時 之後就決定回來小鎮潛水 我自己去旅行 基本上有樣子指定動作會做 我都會去潛水 說明Cash這個地方是潛水度假天堂 當然要讓大家看看這裏的船 是怎樣潛水的環境 其實它是200元一個潛水 200個里拉一個潛水 就算是180元港幣 那你一天兩個潛水 就360元港幣 所以是相對物價低和抵玩的 基本上每天都會出海 但要留意都會有天氣的問題 因為我昨天打算加入 結果它說有強風 然後就不太推薦出海 對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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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很冷 今天 不是27度 但如果你想要 可以給你一個長層 我覺得一個長層 好 那一個長層 有這麼多間或一間報名 指導師說他在英國讀書 Marsal Arts 當年他的房間是香港人 所以他知道很多香港的粗口 不同的東西 可以用一些韓國語嗎 我只知道背語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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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茶 茶 對 好 可以我再叫你嗎 Cody Cody 很高興認識你 我很久沒見到前30位了 最初一次是在巴里拍攝的時候 對 這是河島 這裡有河島 這是河島最有名的河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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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看到一個洞 一個洞 一個洞 一個真實 真實 真實 對 1968 它是在1968 它是在1968 它是在這裡 它是在這裡 在1968 它是在1968 1968 1968 2 300 900 200 100 200 100 200 100 7 200 0 第一步,一開始有很多水流推你向河 很難向前游,但是兩個峽谷是很漂亮的 亦都見到沉船 第二步,就簡單點,輕鬆點,沒有那麼多流 純粹為雨下面的礁石,然後繞了一圈,然後上馬 一天的船潛通常早上9點集合,2點回來 沒有午餐,建議就拿點小食上船 整個階段是沒有Hostel,只有1-2間,而近市中心只有1,001間 Vishes在剛剛前面那棟建築後,他帶了我來後面那棟建築 我以為私人都很差,但我用dorm的價錢就變了一間三人房 因為我的朋友都住 原本說六個人分享的dorme不知為何變了這間房 還有露台,環境算開揚,包圍早餐 對面給大家看一下那間Hotel 好像收$600港幣一晚,我當然沒有錢住 比較少拍夜晚片給大家看 但是Cash很想讓大家看看他這裡的夜生活是怎樣 現在是晚上7點 我給他一點夜生活的景色和人流都很吸引我 我留在這裡 同一條街,我早上來是熱很多 沒有太多,沒有太多人 但是晚上,人們就把電話都打出來了 原本價錢是$80,$70,$100 要叫做高級一點貴一點的餐廳 你可能是去一些平時貴一點的茶餐廳 鑽扒也不知道這個價錢 純粹是我最後一天才找一間好一點的食物 因為我留在這裡太多天 我不能餐餐都吃百多元 我先去看看 最後提提大家 記得留言、分享、讚、讚、訂閱我的頻道 有興趣買手信的朋友 就在Youtube連結下面 剛剛經過幾間店 有些磁石或耳環在這裡特製 我覺得蠻漂亮的 所以我決定買少許回去 RESELL 希望大家到時支持一下我 因為我想我應該不可以carry全程 我應該要寄回香港 運費都要很貴